MIRROR 大家好 我是MIRROR 剛剛起床後洗了臉 現在一個掃眼狀態 皮膚看下去是不是不錯呢 但我用了少許有色的潤唇膏 因為這個不是重點 今天想跟大家說的就是 化 沒錯 除了早飯迷這些綠色植物之外 我最近迷的就是花 例如山茶日花 玫瑰花這些 因為都比較保濕 而且超級香 所以我最近都很喜歡用他們的香水 然後是金棧花 因為金棧花也有很多好的功效 例如可以舒緩肌膚或者幫助睡眠 其實這也是其中一個我最主要研究花的原因 就是因為我搬了過來這間屋大概一個多月 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之前我在vlog上 我跟大家說我是搬來之後 極早起床 早上8-9點就會自己醒 但那個生活其實只維持了一個多星期 早飯是超級誇張 因為大家都知道我本身是一個 早上5-6點 就是天亮才會睡的人 那早飯是極誇張 我是再晚一點 我是9點10點才睡 然後我一定要睡8-10個小時 然後就會變成下午4-6點才起床 我覺得這個生活實在太不OK了 所以我真的很想改善睡眠 然後才可以研究花這件事 剛剛說到的金盞花 除了可以幫助睡眠之外 它也有很多功效 譬如它有這個鎮靜作用 或者是可以改善食慾 有用於這個月經不調整 而且我的period都... 最近有點不太準 所以我也希望調一下 然後它的美容功效也是非常之好 對乾燥幾乎有高度的滋潤效果 或者是把金盞花加入洗頭水一起洗頭 長期堅持頭髮可以變得更加油順 很多問題都可以用金盞花來解決我 因為韓國剛剛入了秋 但是韓國最近天氣真的一時冷一時熱 好像昨天最冷到8度 但現在呢...我給大家看一下 但現在是22度 它說今晚最冷到10度 但是我真的覺得韓國的溫度實在太大 所以我皮膚是超級不穩定 香港現在應該都入了秋 我最近聽了一些朋友說 他們開始都要穿長袋衣服 而韓國的秋冬呢 臉色問題是特別嚴重的 所以這些霧霾其實對面其實都蠻不好的 然後最近的而且我也開始覺得 很難看的 而咸至脆質的時候 通常被人黑板印象就是 會很刺激皮膚 而我的皮膚本身很敏感 是很容易會變紅的 所以我自己選擇的荷擬品 所以我會更加小心 因為我去角質的動作 其實真的很重要 因為如果你角質層過喉 你的臉的話 看起來就會很黃 很暗 然後皮膚的水分也很容易流失 還有你塗多少度霜霜呢 你的角質層也會隔著 沒進去 所以我敏感的皮膚 我就會選一些比較溫和的去角質產品 而最近我有接触的两个April Skin的产品 正正就是金颤花 譬如是这个金颤谷的Pilling Gel 主打30秒就可以完成割剧步骤 给大家看一下质地 它是这样乳状的质地 首先是干瘦干面的 先塗好 然后很快就会看到这些 搓一搓的 搓的时候其实不会痛 然后也没什么感觉的 鼻子的这些位置都要 记得搓几下 然后就可以用水盖 好 盏回来 现在洗完面回来了 超喜欢这个Pilling Gel 感觉真的很滑很清爽很舒服 完全不会有这个绷紧的感觉 然后再用这个金颤花Pilling Pack 金颤花舒缓爽敷面 我喜欢用完它之后 臉会很清爽很舒服 我一般都会把它放进冰箱 冰震它 然后拿出来用的 因为大家都知道皮肤容易敏感的人 所以把它冰震了 对这个震静的皮肤效果是有更好的作用 然后轻轻地敷在臉上 比起用整块Mask的敷在臉上 更加可以节约时间 更加有效果 超干净超舒服 虽然它是角色产品 但它也有一个滋润的效果 然后就可以上其他Skin Care了 通常去完角色之后 我都会让皮肤休息一下 但是如果大家在上妆之前的话 也可以拿一片来敷一分钟 整个上妆效果都会很不同 贴很多 但待会要出去 所以现在就先发个淡淡的妆 现在我是各位小蜜蜂 申请到一个独家福利利 今次这个去角质箱 真的跟其他试验上的去角质产品 非常之不一样 温和的配方 pha 0.3% 加上木瓜蛋白酶 特别还用了新一代的磨砂 以磁石原理吸走和软化角质 其他产品多数都需要敷完之后再擦 一般都需要15分钟以上 但这款只要30秒 就可以轻松快捷地去除脑化角质 真是非常之适合我这些 那么怕麻烦去角质的人 超淡的妆 这款是花来的 我先打开 我买了一些食用花 然后这个蓝色的花 我忘记了它的名字 但是它也是有很多好的功效 而且我刚才知道 原来花是有分食用和观想用的 所以不是所有花都可以吃 我本来还打算随便在花店买花 然后回来做东西吃 但是原来是不行的 所以我就上网特意订了一些食用花 但这个蓝色花比我想象中少 一盒不太够 上网都是超大的 我猜不到的 这么小 它比我的指甲还小 因为它太好 凉蚊子浸了十分钟了 然後因為我個人喜歡蜜糖 所以糖的份量我特意放少一點 剩下的我會用蜜糖來填滿它 然後把這些漏蜜糖放進去 這個筷子真的超級漂亮 問題我剛剛想起其實我買了菠蘿回來 我本來打算做菠蘿檸檬蔥 好我現在把它們分一分類 好不要緊 這麽還覺得我買了一顆鬆 這麽還覺得我買了一顆鬆 因為我已經買了一顆 不太在一起 才會快一點 所以接下來要買闊子 想要把 pasta給越來 先把小碗倒進去 也會有三郎 現在又會把這個剌摘 在這裡 也會有一個香菇 所以又很容易 超級漂亮,第一次戰,超級成功 然後這個是金棧花的茶包 放在這裡,變成水果茶 好,因為妝給我淡光,所以今天也穿得比較隨意 看不看得到它會變色的nerdy 現在就去近一間cafe 什麼cafe呢?是花花cafe 它也不單是花咖啡,是可以買花酒的 希望買到一些我想要的花 早上的,不是早上的,是日後的 皇大真的不會有人的 店舖都尾開了 其實這間店很多人都拍過 哦,原來是這樣 好可愛喔 這集是乾花 這集是鮮花 為什麼別人呢? 都是這樣養,但是 好像養得這麼漂亮 但我家其實下面有一點髮霧 真的 不知道為什麼 還是別人都是這樣插在水上 你們,超級漂亮 駛鬼去那個武雷公園的天空公園 就這樣來弘大坐在那裡 扮在那裡 就已經像 更漂亮過那裡的粉紅黃草 那邊的粉紅黃草 它不夠高 而且它是只有一個汁 然後很多人都圍在那裡 我剛才看到那些花 然後 沒有我想要的花 所以 我應該就沒有辦法在那裡買到 好肥味的 Enjoy me 我剛剛還買了蠟燭 還有 我剛剛還買了蠟燭 就是花回來 因為我覺得家裡 除了綠色植物之外 還要放一些有顏色的花 我覺得整個人都會心情愉悦一點 所以最近就開始會買這些花回來自己插 完全不知道他們的品種 我記得我小時候 我媽媽也會買這些花回來插 因為我那時候就在旁邊看 現在就讓我自己在那裡插 好 完成 好 完成 好 那這裡的材料就齊了 這裡所有的Wax有500g 但是 我這個涼杯只有250g 現在要把它分一半來做 要維持著在70-75度之間 現在就可以進行最重要的 倒杯步驟 然後就要讓它凝固 讓它凝固 凝固了表面就可以裝飾 了 然後就要讓它凝固 就可以裝飾了 凝固了表面就可以裝飾了 凝固了表面就可以裝飾了 然後就要把它裝飾了 好 剛才我剛剛還買了一些乾花回來的 但我發覺呢 原來它不是完全乾了 它只是有點乾了 現在就讓它乾了 正常呢 如果它乾了的話 它是一撥就會碎出來 但是它現在是沒有 所以它還是還沒乾完 好漂亮啊 一百度 其實我也是第一次焗玫瑰 希望成功 剛剛焗了不夠五分鐘 肉眼看的顏色是最深色的鏡頭看的 很香耶 焗完之後好像野食一樣 完成 而且是最深色的 一口水 就要來熟成 用來熟成 一口水 一口水 加一口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